想要睡得好 真的要用尽各种方法 让自己放松下来 就居然食物上 其实也可以帮忙 我们知道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在退黑激素 在我们松果体 所以我们常讲 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灯 你一点的光纤 从眼皮进去的话 你的退黑激素会被抑制 那退黑激素非常妙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研究发现 退黑激素它甚至可以 抑制一些肿瘤的干细胞 对于妨碍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那退黑激素来讲 它的前期物就是从血清素 最少从色胺酸 所以各位我们讲的重点 就是怎么样 蛋白 那蛋白是来讲的氨基酸 氨基酸里面的话 我们讲有20种氨基酸 对不对 那其中最重要就是从色胺酸 色胺酸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们在很多的像 豆类 豆腐 鱼肉 我们讲这地方都有 或鸡蛋 鸡蛋是完全蛋白 有人说喝牛奶里面都有色胺酸 那但肉类来讲的话 大概红肉反而会多 但是白肉也是有 但是鱼肉的色胺酸是比较少 坦白讲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假设你们的蛋白的摄取不够的话 在我们睡前后晚餐 你可以譬如说一小把的这些 我们讲一点点小鱼干 然后一点炒豆腐 然后下午你可以吃点原味的坚果 因为里边来讲 它还有些很好的B7脂肪酸 这个待会我们在入眠市 形成氨基酸这个退职是有帮助的 那第二来讲 我们讲钙跟鎂 其实钙跟鎂来讲 我们在营养调理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鎂这个东西来讲很妙 它现在来讲 它会协同把我们的神经传导 那个放电把它压下去 鎂如果浓度太低的话 我们脑波要睡觉 很难进入深睡脑波期 我们的台湾话也叫签名的 每次浅棉睡觉醒来 人家稍微一点声音就醒了 我们在国外也有研究发现 就是说如果肠玉摄取含钙的食物 含鎂的食物 譬如我们这边讲 鱼虫坚果类 我常常推坚果啦 坚果来讲 有鎂跟很好脂肪酸跟钙 其实对我们入睡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如果它是需要补充钙片 他就觉得在睡前吃效果比较好 如果你一大早吃 其实因为你要提振精神了 这个时候反而不好 但逼就奇怪了 因为通常大家都觉得 逼群是提振精神 尤其一些饮料 技能饮料 里头都逼啊 但为什么一夜好眠 你说这个逼6也可以帮助 所以如果说你的逼群 我们常讲B群 不是补单方的B群 我们B从B1、B2 什么叶酸、B5、B6都有 到B12 好 我们常讲B1跟什么脚气病 B2跟口脚炎发生有关系 可是他们这两种B群 是在我们合成 所谓碳水化 跟蛋白质代谢是很需要的 那B2跟B6 尤其是对我们形成 所谓退役技术功能需要的 如果你一个人补充 很足够的蛋白质 你的B6是缺乏的话 是很难形成到 所谓退役技术 一样会睡眠 不是OK 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 很多人我们谈有个迷思说 我们吃B群好像会影响睡眠 我自己的临床案例 我自己个人统计过100个Case 我就开始给它抓 然后结果我发现 大概真的吃B群 晚上吃B群会影响睡眠 大概10%不到 就是100个可能有 大概8到9个 它会影响的睡眠 可是更妙的是 这100个Case来讲 有将近20个 它睡得更好 我就属于在睡前 譬如说我假如我11点睡觉 我大概9点10点 我自己吃一个B群 我睡得很好的 我是属于这一类的 所以各位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我不要忘记了 我们睡眠 11点睡觉 除了退休息之外 我们在脑下垂底的 生长技术非常重要 我们刚刚讲 睡得好 你会长得高 睡得好的话 你的抵抗力会好 因为生长技术足够 是我们天生 妈妈爸爸给我们最好的 抗老荷尔姆 千万不要糟蹋它 所以基本上来讲 像我们讲B群来讲 一般全骨类 五骨杂粮 所以可以吃到一些糙米饭 或者是一些五骨米 石骨米 但是有一些B群来讲 确实在肉类还是多一点 像B12等等 那维生素D呢 我们通常是晒太阳 可是这晒太阳 跟睡觉什么关系 试图应用晒个太阳 是非常好的 但是来讲 确实补充维生D来讲 对我们的安定神经 对抗忧瘀是有一些帮助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 让自己睡好一点 才不会身体 一大堆状况出现 那么在饮食上 有一些好方法 刚也教大家了 不管是按这边 让肩胶骨放松 或者是正义师教的 一分钟有睡意的方法 或唐老师教的瑜伽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10点钟了 准备去睡觉咯 健康2点0 希望大家睡得好 一夜好 我们也身体健康 拜拜